熟练的示范不同的扯铃招式 甚至是灵活地让两个扯铃在绳子上转动 让缺食国小的小朋友看得目瞪口袋惊呼声连连 恨不得自己也能够有如此的好身手 扯铃是中国流传已久的一项传统民族技艺 不仅如此,她更是很好的运动 并且可以训练小朋友的专注力以及手眼协调能力 小朋友在扯铃的过程中 他们其实也可以有运动到 他们就是手啊,也可以训练手眼的协调 对,他也训练就是 像他们平常他也训练对扯铃的掌握度 对扯铃就是他可以多熟悉一项 因为小朋友其实很多小朋友 对这种旋转的事物都很有兴趣 对,扯铃他其实这个旋转的过程 他们可以多了解一些像扯铃旋转的原理 扯铃的魅力究竟在哪里 赵琪老师说 简单的工具却可以组合出千变万块的技巧 也能够考验头脑创造力 这就是扯铃吸引人的地方 尤其学会扯铃基本动作之后 开始融入创意 发想出许多花式动作 让人很有成就感 我们可以就是了解扯铃的原理 那从扯铃原理去就是自己 说不定自己他同学也可以自己 研发出衍生的动作或是 对对或是以后他们自己对扯铃 有更多的想法有更多的可能 曾经是国小扯铃校队的赵琪 已经有多年玩扯铃的经验 现在则是加入扯铃推广工作室 希望能够将这项传统技艺 让更多人了解与喜欢 记者陈小旦采访报道